来各位观众我们一起来观战一把反穿地神换赫 打的是取悦 取悦这边带的是闪现底牌挽留 闪现闪到底 这张地图闪现闪到底 有一个祭司那就是纯靠前期抓人中期防守了 一旦前期抓人慢 这死图就没了 这道这人修的并且这道这人修的不慢 前期如果说但凡抓人稍微的慢一点点 或者说让穷者成功就下一波 这个死图只有平局的面 没有真身的面的 开局这个点刷的还不是很好 没有去找到戒施 找到戒施还是挺好的 看看这把有没有机会观看到欢老师的反穿 好像有机会了 来镜头给到 这大防祭司一个死图能抓祭司 我不信 这抓祭司感觉难于上青天 要多难呢 就是对吧 考清华北大的那种难度 走了走了 却也觉得自己对吧 抓这个祭司感觉有一点点寒 没必要 真的抓不了 这个祭司在这个点位 对吧 抓起来可能就是三到四台级 洞给你打了 下一只猫打一下 下一只猫咬住打一刀 闪现一刀 还行 这个击倒时间的话就还行 并且这是个先知 起来这个击倒节奏 还可以这边跳过去 晕住我破板一刀 可以 从这个角色来看 抓先知这个角色 并且现在这个击倒时间来看的话 我觉得取悦是有机会能保下这个平局了 闪现吧 直接A闪好 但是呢 你说他要赢 他得打一波 双倒我感觉都不够 他得打一波就是野人救不下来的节奏 才有可能能够争胜的 因为他没有 他的那个技能带的是一个闪 闪到底的一个天赋 闪到底的一个技能 没有底牌的 这边放猫 然后来 拉过来 等你下 这边 稍微赶一赶 野人 哎哎哎 跑跑跑 抱一手 那这样的话 这波猫没了 应该是卡半灯救下来了 除非打个震慑 震慑 小滴老师应该不会给给震慑吧 但这个血线压得有点死 要 等一下 他刚才 这边 是不是有沉默 是不是有说法呀 打一刀 他这个沉默了以后 小滴老师的这个野人 是不是下不了猪了 过半 然后救下来 这边再加一波双导 外面的话 差一台电机 祭司现在在点 再电机修了一半 应该是 他这手沉默有点意思啊 沉默应该是下不了猪 要不然不可能的 小滴老师怎么可能说 会故意在脸上面过半呢 哇这个沉默啊 打到了呀 学到了学到了 应该是的应该是的 要不然不太可能说就是提前过来 然后看着然后这边 然后这边又卡死就 这个应该是这样的一个 虽然说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沉默别的我知道 但野人下不了猪这件事情 确实没碰到过 跳一手晕住打一刀 可以 外面的话得重启来电机 我们看接着是娃娃贴门的 野人这边被摸好 祭司要带走 原来沉默还可以这样就 哎那野人碰到使徒 本来觉得野人对吧 被野人这边遇到使徒 你反正晕我 你也是晕在我在猪上面 都不怕你这一刀打 结果呢 哎 还有这么个说法的 我可以让你下不了猪 但即便如此吧 这边如果说取悦 管不到遗产级的话 我觉得依然是一个 偏向于保平 偏向于一个平局的一个结果 就是求人这边 应该是不太可能 有三跑的机会了 因为现在抓基劫师的话 基劫师的一个 对吧 开门战能力 大家有目共睹 但是呢 这里满状态野人 再来就一波电机卡好 还行 我觉得求人者也能保平 外面一个祭司 一个野人 这两个人的开门战能力 还是厉害的 想要再多留一个的话 比较困难 没有传送嘛 毕竟没有传送 往里面挂上 野人 起桌 赶 会不会再来一次沉默 然后 被 卡一个过半啊 这提早下桌 也不敢啊 提早下桌 怕救不下人来 哎 娃娃来自救了 许愿没看见 那这娃先打了吧 打了其实可以电机点亮了 电机点亮 缺这边有闪现 平局 这波娃自救 可惜了呀 我们还想看一看 能不能再防一波呢 结果对吧 这多来了一个人 以多打扫 不 跳 两连 好的 带走 平局 祭司拉了个大洞 这边大洞应该是拦不住了 有闪现也没有用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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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边都能接受吧 这个结局 因为前期的话 对于曲来讲 前期的一个刷点 是不太好的 或者说 他第一波的一个走向 没有找到解释 但是后面 及时的放弃了这里的祭司 还是比较正确的一个选择 这里还有想法 不是 这能有啥想法呀 应该没了吧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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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老叔说 我下不了猪 我下不了猪 怎么办